各位老師、林老師、魏老師 各位義工 我非常感謝各位 很高興 很高興讓大家看到我 我在15年前送到醫院是第一天 醫院就打電話到我家說 沒辦法,你只能帶回去 我是2005年參加初級班 2007年高級班 2008年就做到醫院了 這次主要的症狀是腸靜脈阻塞 腸靜脈阻塞的引起的原因是 是 因為吃東西 你曉得中國人很多東西是很奇怪的 醫院檢驗不出來 我這個毛病到底是什麼細菌感染 所以在Hiponet Hospital 然後到另外一個醫院 每次要抽我的血 學生就抽血 抽了很久 都沒辦法解釁出相對的藥品 我的腸子最後是小腸減掉了45公分 45公分的嚴重性是已經介於 以後的營養能不能吸收 我送到Hiponet醫院的時候 很多醫工曉得我生病了 他們就分批到醫院急診室 來幫我做調整 而且是每天分兩班調整 這個醫院的護士也同意 其他的病人發現 我在這邊做的是什麼事情 他們覺得也很奇怪 所以同樣的要求 一共幫他們調整 那很多的癌症病人呢 會減輕他的痛苦 而且睡眠會很好 所以我前前後後兩年的時間 最嚴重的一次是星期五 下午五點鐘的時候 醫生要準備休息回家 巡視了一家病房 發現我非常的嚴重 他馬上是拖了病床 連Porter都來不及叫 就拖了病床 護士跟了後面 送到急診 開刀房 開刀房從六點鐘一直到晚上十一點 他就覺得說 我好像這個病情已經穩定了 也沒有辦法再繼續開刀下去 所以他就說 先把我送回送到恢復室 看看明天的情況如何 到第二天的時候 早上他又到病房來檢 恢復室來檢查了一下 說OK 一切情況很好 那星期六 星期天 到星期一再來做最後的檢視 一直到星期一下午 推出病房 我們很多的義工朋友 天天都把我調整 所以我在恢復的也算是很好 從體重50公斤恢復到現在 增加了40% 70公斤 而且這 開刀最後是不能縫合 因為開刀太久了以後 這個皮膚整個都是鬆滑 所以是 最後是放在家 送到家裡 英國的醫療是不錯的 它就是 我是有半年的時間 完全沒有進食 我是用高蛋白 從這邊輸入進去的 有時候看到 我們很多的義工朋友 幫我調整 我是非常非常感激他們 所以在這個 可以講說 2008年一直到10年 10月份才算是完全恢復 恢復以後 大概有大半年的時間 還有很多 這個義工會到我家來幫我調整 然後再繼續調整 我平常呢 常常就到 Bronk和Swiss Cottage的調整站 所以 有機會的話 我們也能夠伸出手來 幫助人家 我們也非常感激 魏老師 林老師 和各位義工朋友 謝謝 那個林師兄 我請教你喔 很多人的身上衣服有拉鍊 他的肚子啊 曾經醫生在他的肚皮上 裝了一個拉鍊 隨時可以打開 隨時可以關上 請問這是怎麼一回事啊 這個 沒辦法公開給大家看 事實上是有一個蓋子 這個蓋子的話 他這個是 開完刀以後 他要等到自然的 慢慢的復原 所以他是在醫院的時候 就先教我 怎麼換我的高蛋白的塑射液 自己插 放進去 因為這裡有一百 一千個μ 通常要八個小時 慢慢的輸入 每天就是靠這個東西來 會保持我的營養 所以那個時候 沒有吃過飯的話 所以體重是掉到四十幾公斤 不過是 英國的醫療是很好 他把所有的冰箱啊 點滴的吊架 一個禮拜送一次藥 給你一個緊急電話 你有問題的話 你再打電話過去 那 這個 這個 點滴就是 你自己會裝會拆 這個是維持了 大半年的時間 然後就等到慢慢萎縮 到最後差不多的時間 才把那個地方再縫起來 所以我前後是拖了兩年 中間就是 用英文再講一次OK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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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辦法 哈哈 那我們 謝謝 我們 謝謝 老師兄 你要不要講一下 你的心臟 那個 你回台灣那時候做檢查有沒有 那個醫生就問你說 你怎麼回來 飛回來的那一關 我 我在 恢復2010年回到台灣的時候 到醫院健診 健診的時候 當時做了幾個測試 他說 你的心臟三根完全堵塞 你的堵塞不是普通的 是百分之九十幾 九十九 然後 他是 開刀 我的開刀也 也不是普通的 是從早上 早上一直開到下午 從手臂和下夜 各一邊的插入 這個 裝了自駕 然後 還有一個 因為位置 同時都在同一個地方 所以到時候 最後 第三根的話 他說沒有辦法裝 他說 本來是說 我在台灣裝自駕的話 我要 自費 而且說 最好是裝 國外進口的那個 材料 我說 我就回到英國再裝 他說你 大概是上飛機啊 只要發生這個狀況 三十秒之內 不停呼吸的話 就差不多就再見了 所以我這個 在 這個 都是很幸運啊 東東這樣 安全過關 所以 這個是已經 從 08年到今年 23年 剛剛好 15年 所以 一切都 很好 看到 各位義工我都很高興 都感激得不得了 謝謝 謝謝 我們謝謝劉大哥 能夠 身體健康 平安 好 好